小的露了一把性感 而且她在专访里还爆料了自己一两年前还很红 上台前会一直发抖 还会紧张到掐大腿 如今她已经可以在舞台上和镜头前非常自信从容了 你们就欣慰地收下她的存货和心图 别嫌弃自家偶像的反射糊了 一直走演技派大花蛋路线的张子怡 近期因为参加双送婚礼和演员的诞生 话题度又暴涨了起来 不仅许多网友纷纷拜倒在张娘娘又美又萨的气场下 就连韩国欧巴谈起张子怡也是一脸迷地表情 最近就有网友翻出韩国鲜肉 人事丸来中国时 在采访中像一个情斗初开的纯情少男 羞涩地回忆起初见张娘娘时那种惊为天人的震撼 他还说那种经验感到现在都无法忘怀 当主持人问他是不是很想跟女神一起合作时 欧巴激动得都结巴了起来 赶忙说那当然好 还急得标出一句中文夸赞你很漂亮 所长大胆猜测一下 这句夸奖该不会是欧巴为建议的子怡解释 准备的专用中文吧 连韩国欧巴都成了铁杆一地 称国际章岸 魅力征服国内外 那就是分分钟的事 一向被称为微胖见女神的华妃娘娘奖心 最近似乎瘦了不少 这不 在最近的路透照里 娘娘穿着白上衣黑裤子 外搭宽松的牛仔外套 一路打着伞向前走 哪怕在路人诡异的抓拍角度下 娘娘的腿看上去也还是又细又长 如果这几张你觉得证据不够 那所长再甩你一波 在这组路透照里 娘娘编着侧分小辫子 一身优雅之性的衬衫毛衣 配中长裙 脸上的淡妆显得更加温婉 网友激动地说 娘娘真人超瘦超美 不过照片上温婉的娘娘 现实中却还是那个脱线活宝 在她自己最新发的微博故事里 她从萌萌哒微笑 到崩溃大哭的转换 就在几秒之间 实话告诉你一点也不好看 说这样也就看了五十遍 笑了一百遍而已 娘娘的这首哭笑切换自如的绝活 可是很早就掌握了 像当年在你们的童年回忆 仙剑奇侠传里 尽管她化着中毒式的妆容 还留着鼻血 却仍然能哭得梨花带雨 我见游怜 不 不是我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不是我你不会杀死她 不是我你不 不是 一切都是我自昨年 就让我自己承受好了 所长先想 也许是早年在仙剑里 被虐得太惨 娘娘如今才嗨得这么自在吧 这番话世界让人迎接不下 哪里会让我停下 别管它 被怀疑被打压 静下来听心底的回答 是什么失去了心会痛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